對於伊娃弗歐的疑惑伴隨著我從小到大的成長 對於宇宙 地球連個塵埃都算不上 沒理由就我們這出現了生命 但從小到大 我也從沒有和天外來客有過任何的交集 那麼 就只能看看這些幸運而拍到的視頻 來滿足我心中的疑惑 國外抖音用戶系列M5P 是一個民航飛機的駕駛員 駕駛著飛機拍攝雲泉上的美景 是他業餘的愛好之一 只是有一天 卻拍套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明顯不是正常的飛行器 而且可以看得出來 它一直都在旋轉著 有人認為這是EUFO 也有人認為這是某種軍事飛行器 或者是火箭的脫落物 如果對飛機儀表盤有所瞭解的同學 可以告訴我 當時實在多高呢 C小M5P的帳號發布了很多駕駛飛機拍攝的風景 不過這是他唯一拍到的一次 這是一名叫做威靈蓋怡的男子 在北卡羅蘭納州拍到的視頻 他是一名海員 當時正在渡輪上 突然人們就看到天上出現了14個躍影的亮光 他們在海面上慢慢重組成形狀 這些明顯不可能是生物 或者是某種自然的現象 有人說是EUFO的艦隊 海洋一直都是神秘的地方 可能隱藏著很多未知的迷童 也有人說可能是軍方隱藏的秘密實驗 但是這段視頻只有31秒 所以也有人懷疑其中的真實性 這是在倫敦街頭拍到的景象 當事人叫做吉姆 他在下班途中遇到了這樣的神秘現象 當時在場的很多人都目擊到了 我們可以看出這些神秘的亮光正在飛行 目前沒有隱藏的飛行器會是在那 這裡是由 pur來透明這個掃蠍彈 最重要的是讓人懷疑 糊了 这段视频发到晚上后 也是引起了很多人讨论 毕竟现场目击者可不止一个人 你觉得这会是一位乎欧吗 你平常坐车坐飞机的时候 喜欢靠窗的位置吗 如果可以 我都会选择靠窗 英国的一名男孩在一次乘坐飞机的时候 就坐在这样的位置 拿着手机拍摄窗外的美景 并且被意外插入摄像头的另一架飞机给吸引了 于是就拍到了下面的画面 可能你还没有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把速度发忙了 可以看到有一个飞行物以极快的速度飞过 这个飞行物呈现扁平状 并带有速度过快带来的拖影 而且我们可以对比另外一架飞机 它的后面是没有喷气为烟的 而速度却是那个飞机的树柄 目前没有椅子的科技能达到这样的状态 你觉得这是一个佛欧吗